曾經我們幫人總會舉辦過圍棋比賽 還有象棋比賽 曾經也舉辦過大老二的比賽 要參選的資格就是一定要零一種生氣 一站在手勢是四帳的 所以觀眾朋友們就沒有資格可以參加 而且有獎金喔 第一名的獎金好像是一萬還是三萬我忘了 獎金還蠻豐富的 而且不只這樣我們四帳朋友 四帳朋友也會辦歌唱比賽 辦歌唱比賽 所以可能在樂好朋友沒有接觸過四帳朋友頭一次吧 所以你們會覺得原來四帳朋友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們可能在街上 我們台東這邊可能導盲群不曉得多不多 目前在台北人說四帳朋友帶導盲群 你們可能會在馬路上看到四帳朋友帶著導盲群 那些導盲群比較普遍的 當初台灣第一支導盲群 那個使用者是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 他也是全馬 他真的很可能帶那支導盲群出門很麻煩 他好像住台東大甲 他要從板橋火車站喔 搭火車回來 結果火車站的工作人員跟他講說 你這支狗要抱著才可以進火車站 所以那已經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所以大家不曉得什麼叫導盲群 而且導盲群沒有那麼普遍 不好意思又轉到那個 轉回來我身上好了 我可能 你們可能覺得很好奇 這個四帳朋友怎麼 什麼都會 只是差一點點 沒辦法用眼睛看那個辣妹而已 其實身心障礙者本身身體或者外表有殘缺 但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內心健康不健康 只要內心沒有殘障 其實是代表他這個人是沒有殘障 所以我本身我覺得 我雖然外表殘缺 我私利看不見 當然我身體是很健康的 我的心理是沒有殘缺的 所以我踏出這個社會 我覺得我還可以回饋社會 幫助他人 像今天很高興來這邊 跟在座的這些年輕好夥伴 大家來認識 希望說我以後的日子裡 如果你們在街頭巷尾遇到神經障礙者 可以伸出你們的雙手 協助他一下 不管他是任何障礙都OK 希望我們台灣的社會 還是處處充滿溫馨跟溫暖的 其實坦白講我常常在外面保證的 我們台灣整個社會 人情未來是很重 而且充滿 處處充滿溫情 我到哪邊 人家看到我拿手帳 就會自動過來請問我 需不需要協助 尤其我們現在整個 大眾交通藝術工具 服務都很好 我本來是今天想要自己坐火車過來 但車裡就找他媽媽開車載我過來 你會覺得奇怪 我怎麼有辦法自己坐火車過來 我常常需要跑台北開會 我都自己去台北開會 我從原點搭台鐵的電電車 搭到新無日再轉高鐵上台北 到台北又換結衣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還沿路打卡 真的常常沿路打卡 好像怕人家不知道我有出門 去台會一樣 沒有 那時候 現在比較少 當初覺得會打卡 真的 每次出門都打卡 結果我的心中都被發現了 其實我們社會 我們現在社會進步很多 跟歐美國家很多 都可以相提並論 而且也可以比歐美國家還要好 他還沒有說你怎麼搭車 我比如說我從原點 要搭台鐵的電電車 我去買票的時候 跟售票的人說我需要協助 台鐵人就會派人帶我上月台 然後帶我上火車交給那個列車長 然後他們通知 比如說我要到信任務是 他們就通知信任務是站的人在月台等我的 比如說在第三車 第一個門有幾個市場朋友 需要引導 信任務是車站的人就派著在月台等我 就接我下車 我下車後他在問我說我要去哪裡 我說不好意思 要麻煩你帶我到高鐵的服務台 他們就帶我到高鐵服務台 又把我交給高鐵的那個服務人員 他問我先生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到台北 他就幫我買票 買好了 比如說坐10點十分的好了 到台北11點 他就會通知台北高鐵站的工作人員說 然後11點那班車 第七車 第幾個位置有個市場朋友 他們就高鐵上的工作人員會帶我下車 又交給他們月台上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問我要去哪裡 我說要打捷運 他就又帶我去捷運站交給他們的服務人 你看這一天算下來不是我厲害 是我們整個社會充滿了溫馨跟熱情 而且我們的社會一直在體善 以往是沒有這種服務 以往我20年前在西裝麻煩重建 接受這個生活重建跟職業重建 我放假回來要從板橋舞的站 是要拜託 我現在隔壁比如說聽到有人的聲音 問他是不是要坐南下的火車 麻煩他帶我到月台 又麻煩他帶我上火車 然後回到園嶺就麻煩他 比如說看有沒有人要下車 就拜託他順便帶我下車 是這樣喔 20幾年前是這樣 先整個服務的態度提升很多 你看我從園嶺到台北 幾乎都接受很多人協助我幫忙我 我才有辦法到達我的目的地 不是我厲害 是我們整個社會充滿了熱心 溫馨跟溫情 才使得我們的身心障礙者 尤其像我這樣 一個全馬 有辦法搭車到台北 甚至現在以往 只要你是坐輪椅 你不可能搭火車 因為輪椅沒辦法上火車 當然現在你坐輪椅的 實際上一樣可以搭火車 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是不是很 現在我們社會都一直在進步 也是一直在進步 所以我們在座的好朋友 你們今天會來這裡 大家聚在一起 來聽聽這個大忙人 所以我們來敘述他整個心路歷程 或者敘述說 我現在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我剛剛要來之前 還本來記得忘了關我的電腦 我又回頭趕快去關我的電腦 我沒有客人的我都會開電腦 聽聽新聞 或者搜搜E-mail 看有沒有小商或者小六機信給我 結果都沒有 每天都去開E-mail 結果都沒有 真的有點傲 有點很傲這樣 開玩笑的 因為生活總是要有點情趣 所以我雖然眼睛看不見 但是每天真的很忙 我覺得我20小時都不夠用 真的實在都不夠用 給我48個小時我覺得不夠用 因為我每天在做的工作很多 因為我現在是兩個會的負責任 每天我們兩個會的秘書都市長打電話找我 還有我每個禮拜有三天的時間 需要去幫中主市民的市場朋友上課 我昨天都去苗栗幫市場朋友上課 今天來這邊跟大家來聊一聊 我的整個心路歷程 所以我是真的是大忙人 忙到不行 所以說我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先想說藉這個機會 去希望我們加州的年輕好夥伴們 不管你們以後遇到什麼逆境 遇到什麼困難 一句話 只要活著就是有希望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不要放棄自我 不要放棄自我 只要你不放棄自己 上天上帝 你周遭的朋友就不會放棄你 就像我一樣 我當初如果放棄我自己 今天就沒這個機率來 再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當時我就是後來沒有放棄我自己 所以老天爺 還有周遭的朋友 也沒有放棄我 重拔協助我 鼓勵我 讓我可以 又重新 回歸到這個社會來 服務大家 感謝各位今天 謝謝 謝謝 謝謝我舅舅 好 你們有問題想要問阿坤舅舅的 大家 或是大家人家會後時間 大家坐下來在那邊坐著聊天 一邊吃東西一邊聊一次可以 然後我覺得 就是今天講這個非常感人耶 就是 我覺得就是 你要我從那邊閉著眼睛 從那邊走到門口我就沒辦法了 而且還要 如果說還要問隔壁人說 你要你要南下 你要北上嗎 就是你要 對人家要很大很大的信任 我覺得才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你什麼都看不到 要有在一片街中生存 那很難 我根本不知道 逃一帶我去哪裡 前面有沒有什麼階梯 什麼窟窿 他會騙我之類的 這個要 要很強的 對這個社會要很強的信任 才可以做到 那我覺得 阿坤舅舅很棒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故事耶 我覺得超屌的 然後大家給舅舅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就是 等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問題 或是什麼想要跟舅舅聊的都可以 對 然後我們就現在先 大家先休息上個廁所 然後吃個東西喝個水這樣 我們就在3點40分之後回到這邊 對 好 然後大家